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此次峰会的举办能继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推进多边主义 支持合作共赢 多国人士认为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益处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 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在马丁雅克看来 美国的做法是阻断了自己与全球最具活力市场的联系 从长远角度来看 美国自身将受到更大的损害 这是世界世界最静静的经济经济市场 如果你脱离自己的经济经济市场 你会疲惫 因为你并非对任何发展的挑战 你需要发展的挑战 南非开普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安东尼·布莱克在采访中表示 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冲击了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China is now portraying itself as a As purely pushing the multilateral agenda which it is doing in reaction to what the US is doing which is really... you know,quite a high level of disdain for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and for the WTO and othe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